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第一次结婚 不太熟悉 接下来该干嘛 是不是该动房了 咱们还没拜堂呢 想动房 得再忍一会儿 我不是 不是这个意思 谁要给你动房 哎呀 拜堂太麻烦了 不麻烦 你们这儿规矩可真赌 不躲 哎 等一下 我们俩刚才喝的那杯酒不会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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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夜 发生了何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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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陛下 什么事 慈宁宫发生命案了 什么 陛下驾到 陛下怎么来了 听闻慈宁宫发生了命案 朕 来瞧瞧 陛下 陛下 昨晚此时三刻 太后从佛堂出来 命柔儿欢儿检查好火烛后 出去将门锁好 启禀陛下 近日晨时一刻 奴婢像往日一样打扫佛堂 可走到门前才发现钥匙丢失 但是 慈离透过门锋 看到丢失的钥匙 正挂在佛像之上 啊 哎 钥匙怎么会在里面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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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奴婢就将能撞开 啊 接着 就发现他死了 啊 啊 怎么会在罖上 哪儿都被捞到 我带到此选十 我避免远远远的 有远远远远远远 不行不行 我更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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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人是男子 无言乱语 明明是个女子 怎么会是男子 从面相上看 此人独孤扁皮 额头方正 颧骨突出 而且还有喉结 一看就是男性的特征 此人面生得很 为何会出现在宫中 他的致命伤在脖肩 伤口狭小 身躯一寸 是锐气更好 一击毙命而死 这把刀便是凶器 这佛堂四周封闭 只有这扇门 才是唯一的通道 可左眼门是上锁的 看来这是一起密室杀人啊 是鬼干的 这一定是鬼干的 最近听完宫里在闹鬼 你在说什么 人家说罪 是奴婢胡言乱语 是奴婢胡言乱语 会不会是有人偷走钥匙 然后把门打开 将尸体放起来 再把钥匙丢下 不可能 这门只有用钥匙才能锁上 所以凶手一定是 将门锁上了之后 再将钥匙扔进了佛堂里 可是在门外 如何将钥匙 放在观音的预警瓶上 除了这把钥匙 可还有别的钥匙吗 回禀乔贵妃 只有这一把钥匙 把此人身份调查清楚 他为何会出现在慈宁宫里 好啊 本宫也想看看 此人 到底是谁 继纷 传言奥奥 指尖 butter 指尖然 续装纯蕭 拂腕情丝 宇烟 纷扰 谁仍在笑 只纲 像风 未曾遭 伤 眼泪 好 欲均在探雨去相思雕 流流今日化正好 茶为了也为阳为何天涯各一方 清晨断了不断去今生 路落长为人状徒留心上几道上 用一杯相思最梦想